端午連假期間有臺鐵的員工拍下這樣的照片 這是一名九十二歲老伯伯 專程前去臺鐵彰化機物段 說是要找副主任來請假 原來這名老伯伯年輕時候他是臺鐵司機員 但是退休四十年之後出現失智症狀 即便如此腦海裡依舊記得 端午節要堅守崗位 好這駕駛列車使命感 也讓機物站的副主任相當感動 配合簽下了炸單 安慰老伯伯可以安心休假 九十二歲老伯伯一在家人搶扶下 端午連假來到臺鐵彰化機物段運轉室 要找副主任請假 而這畫面背後有洋蔥 原來老伯伯民國三十九年進臺鐵服務 民國五十年已經是名帥氣的臺鐵司機員 民國七十年退休到現在 即使如今出現失智症狀 腦海裡卻依舊記得司機員的使命 端午連假無法出勤 堅持要到站內請假 也被拍攝著感人的一幕 而老伯伯也在民國六十二年 臺鐵任職期間 也曾救過險先失足的母子黨 英勇助員也被臺鐵記打工一次 老臺鐵員工原夢 也讓民眾直呼好感動 而在雲林也有暖心圓警 媽媽 媽媽 老夫人淋雨走在大馬路上 圓警連忙留言 原來五月中旬有家屬報警 表示家住雲林斗南 有失智症狀的六十八歲媽媽 外出卻遲遲未返家 加上當天下著大雨 就怕發生危險 雲林星光派出所 圓警火速出動 找了兩個小時 終於找到人 都會圓警熱心協助 讓家屬鬆了一口氣 婦人也平安返家 謝謝林一峰 方忠誠 彰化與您報導